马总统今天参加了教会活动也为国来祈祷 除了为全民祈福以外 马总统也祈祷说 希望赐给行政团队智慧跟能量 对照现实的状况 不论行政院推哪一个方向的政策 都引发强烈的反弹 而马总统这个愿望 或许也透露出对行政团队分铁不成钢 这样的无奈